李易祥前科累累卻還是能夠一再的得標 那就是真的很奇怪了 那其實呢 根據資料呢 他在2014年到今天 總共得六件政府標案 除了一件屬於交通部之外呢 其他都是花蓮縣府喔 所以呢 徐振衛縣長 這個不緊張嗎 不去茶喝嗎 反而萬事莫如要告李正浩嗎 來真好 所以呢 現在應該是先去查一查 這個比較重要嘛 還是好像感覺上告你比較重要 我覺得花蓮縣政府不告我還好 一告我 我開始研究 其實坦白說 貓膩可能真的有 因為我是被告啊 我要研究清楚啊 否則法庭上沒有武器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李易祥是這樣子 現在大家質疑是李易祥劣跡斑斑吧 2018年8月被議審判決有罪 為什麼他還可以到處接案子 他為什麼沒有被列為黑名單 他列為黑名單的話 今天這個案子沒有李易祥喔 沒有李易祥就沒有偷施工 沒有偷施工就沒有今天的悲劇 這很關鍵 結果呢 花蓮縣政府怎麼甩鍋 他說啊 這個易祥營造 今年2月才定罪 如果在訴訟期間就要通報的話 那請工程會明定法條 他言下質疑是什麼 不用 一省二省有罪都不用通報 我只要三省 不然跟一省 最後定業了 我才需要通報 對不對 我一條法條打臉 花蓮縣政府啊 有法條啊 有 有法條啊 政府採購法101條啊 機關辦理採購 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理由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好幾個事實理由 第六條 犯87條 第92條之罪 今一省判決有罪者 有啦 有法條啦 所以工程會主委 昨天才特別喔 受訪的時候說 為什麼工程會不知道 很簡單 因為花蓮縣政府沒有通報啊 這個2018年 他接誰案子 接花蓮縣政府案子 花蓮縣政府 就是本法條所指之機關 他接花蓮縣政府的案子 在訴訟過程中 被一省有罪的時候 工程會不會知道 沒有連 可是誰要知道 花蓮縣政府要知道 因為他是當事人 對 他就是這本法條所指之機關 一省有罪的時候 要通報 所以花蓮縣政府 你這條法條 你是忘記了 還不敢想起來 可是他們現在是推責任嗎 推責任啊 法條明明白白白 白紙黑字啊 你是忘記還不敢想起來 你怎麼可以大方 公然欸 徐正位也是出來說 然後發現了秘書長出來說 沒有啊 法條沒規定啊 定驗才要講啊 要二月才定驗啊 沒有欸 這邊一省有罪就要講欸 那萬一有些官司打個五年十年 那怎麼辦 二十年怎麼辦 對 對嘛 所以都沒法條沒有那麼愚蠢的嘛 一省有罪就要講了嘛 所以我揭穿花蓮縣政府 滿天大謊嘛 裡面有沒有貓膩 大家自己來想啊 第二件事情 之前有人在帶風向什麼 李逸祥是民進黨黨代表 才接這麼多的案子 黨政無敵 來 我是李逸祥專家 我要揭露李逸祥啦 我之前不是揭露李逸祥 近五年拿十九個案子嗎 為什麼我故意講近五年 我就沒有故意沒有把2015拿出來 2015年誰執政 國民黨執政啦 看清楚啦 李逸祥標案啦 他人生標案的高峰是2015年啦 十二個標案啦 七千萬以上 然後呢 民進黨你看2015年十二 然後民進黨執政後 2016年17年18年嘛 一路下滑 這樣子啊 好像黨政沒什麼用 一路下滑 一直下滑到最後2020年的時候 兩千萬不到 然後照民進黨發言人的講法 一氣之下不繳黨費了 所以黨代表沒那麼有用嘛 沒什麼用 這種事很清楚嘛 就是你如果是官商勾結 你黨政有用的話 照理來說 到2016年 執政後應該一路飆升嘛 他標案應該一路衝才對 一路飆嘛對不對 結果沒有2015年理想最多 人生標案巔峰八千多萬 裡面有什麼案子呢 有台電的 有交通部的 有國防部的 有花蓮縣政府的 這東西是誰在造他 這跟黨政有關係嗎 所以一開始有人就在帶說 他是什麼民進黨代表 所以帶風向 沒有嘛 他的人生高峰是馬英九執政時期嘛 所以講這種話是外行 地方營造業沒有什麼藍綠 沒有什麼黨政 他沒有看你是什麼什麼政 什麼什麼代表 他看就是關係跟金錢跟利益嘛 所以你帶說什麼民進黨執政 所以照理想 所以理想很多案子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這個 很清楚了吧 這個很清楚了吧 2015年最多 然後呢到2020年一路下滑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氣之下 反正後來就不繳黨費 就不是黨員了 變那個失聯黨員 變失聯黨員 所以其實你 你用這種就是 就是故意用政黨的眼睛 去看這東西 是在模糊焦點 我為什麼一直抓 我抓這種漏都抓什麼 抓文化 我要揭露是那種文化 裡面這種漏洗 這才是能夠結構性 改變台灣營造業的狀況